哈喽你好我是小方塊 那么没有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我今年第一部影片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部影片呢 我们就要来review一下我去年做的影片 看一下哪一个是我去年做过最喜欢的影片 但是都是凭着我印象 我不可能全部拿来看一遍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狗时间 那么去年的确是我频道变化蛮多的一年 因为我去年又有开始尝试 TikTok又开始尝试YouTube Shots 所以我不小心破了一千订阅 但是流量还是那么差 我也是没办法讲什么 那么今天的影片 我应该不会讲到YouTube Shots跟TikTok的方面 我只会讲那些长影片 我去年真的是做了很多影片 我都有点忘记我到底去年做过什么影片了 从现在开始算 我最近做了一部影片 是身为中学生YouTuber的烦恼 这是我最近随便做的一个影片 然后到最后最后的应该就是 纸模假面骑士OO腰带 这个算是我蛮喜欢那一部影片 这个应该可以排进我的Top10 因为这个算是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个假面骑士OO腰带 但是我当然是希望有真正那个DX腰带 或者CF生也可以啦 但是CF生我是不敢怎么想的啦 我有个DX加面骑士OO腰带 我就很开心了 其实我今天评估 我不喜欢这个影片的标准啊 应该大多数是在观看次数上面啊 因为你们也知道 做这个东西流量就是网到 如果我做到哪一个东西 不小心把它做红去啦 就是它不小心有点爆红了 像会前观看这样子 我就会很开心 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 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的那个 考车交车考楼那些的那三部区啦 就是在这边 这个算是我去年做的最正确一个决定 就是拍这三部东西 虽然说过后我决定不要再拍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时候我做的很正确一个决定 过后就是 这个人版一比一麦快赚时间 那个是我觉得也是 我做的蛮屌的那个东西 虽然说它的观看次数没有说很高 但是我觉得我做出这个东西真的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毅力蛮差的 但是只要我做出一个这个东西啊 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精神那些啊 只要我做出来我觉得我很佩服我自己 然后过后就是 把来系的SPM中学生学家挑战 一天学习10个小时 这个算是我一时兴起小做的一个系列 我觉得过后我会去拍这个系列 因为不懂啊我在看啊 我不敢跟你们保证 就是算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个系列 然后我没有想到我真的真的是有完成啊 虽然说真的是很臭堪啊 我在学校读书那么多个小时也算进去 然后补习补两个小时也算进去 其实我在家真正读书只有一个小时而已 所以说有时候要挑战成功吗 其实也挑战成功了 但是你要讲他没有成功 他其实真的也是没有什么成功 但是我觉得我拍的错这个东西我就很屌了 其实我去年有开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讲关于到我以前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啊 然后很尴尬啊 很讨厌啊那些 我有开这个系列其实也帮助到我频道很多 因为这个系列虽然说在YouTube 观看次数没有说很高很高 但是他至少有帮助到我的订阅数 然后流量那一点点啊 然后他主要就是他在TikTok上面 真的是帮我吸引到蛮多外来的观众 外部的流量帮我吸引过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聪明的决定 Go也是读书的系列 其实看那笔记法有用吗 哇这个也是标准的三分钟热度的东西哦 因为我过后完全没有在做这个笔记了 诶我只有做那一个chapter笔记哦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不是一个适合做笔记的人啊 平常做了我也不会看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每次做好哦 过一段时间差不多 过一个星期这样子啊 我就完全看不懂我在干嘛了 那个笔记我完全看不懂 哦然后折纸甩包三部曲 这个真的是完全不小心中到咯 7000多view 虽然说很短啦 然后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是直视影片来的 我是专门拍一下放在tiktok的 跟youtube shots的 我没有想到合在一起放在youtube 长影片的那个里面 也会有这么高的view哦 然后就是一个学家试试试试试的过程 900多光看 快要到1000了 应该肯定会到1000啦 这也算是我蛮喜欢的一部影片 主要不是我很享受这个拍影片的过程 还是我很喜欢这个影片呈现出来的是这样 我是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的剪辑方式 我前几天有回来看这部影片 我发现到那个时候 我真的剪辑真的是 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认真的去剪这部片 就是 咚咚咚咚咚 下面咚咚咚 你可以发现到我最近的影片啊 越来越懒惰 因为我真的是越来越没有时间了 然后我越来越懒惰了 我那部影片啦真的是两三句话这边一个 两三句话这边一个 我现在这部影片我敢保证啊 全部都是一条而已 那个字幕 过后来到我们挑战三张指示泡面 虽然说这个view没有到很高很高啦 就是只有六百多耶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尝试一个新的系列 也算是我一个突破啦 我最近很喜欢突破 因为我很想要拍那种 人家如果想要认识我小方块这个人啊 我会拿得出手的影片给他看 不会像是那些奇奇怪怪那些影片 我会想要如果人家认识我哦 我会有一部影片给他看 就是我的代表作这样子啦 虽然说这部影片还没有到那个level啦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突破 我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面的影片的话 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为自己感到开心啦 过后 不得不讲啦就是我唱歌的影片 就是终于要来面对阴影的那部影片 这也算是我一个突破啦 虽然说我不太喜欢这个突破 因为蛮丢脸下 虽然说很多人讲好听啦 但是我偶偶回去听一下 我还是觉得很难听 也就感谢你们的喜欢啦 那这个也差不多就是我去年 总共我会觉得我拍的比较喜欢的影片 虽然说我去年拍了很多部影片 但是我觉得我大部分都在混啦 只有几个是我真的觉得会喜欢 然后真的是有中到你们口味的那些 我才会觉得我就对了这样 那么今天的影片的确就这么短啦 因为我目前应该还有另外一部片要剪 然后那部影片是没有关于到读书的 所以我觉得我要赶快把 现在这部片跟另外一部片赶快剪完下 我就开始正式的重启我的读书的系列了啦 因为我真的离SP有点近了 或者完全放弃掉Youtube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拍Youtube 目前对我来说不是说没有意思 是不值得的啦 因为遇到一点问题啦 就是即使我现在努力的拍了啊 它也让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了 新的一年我就不要讲太多烦恼啦 祝你们新年快乐 Bye